好 继续带你来关心的是 上个礼拜六呢 发生在宜兰市区慈安路上的 银楼抢案 警方宣布侦破 逮捕了强盗集团一共九个人 以人力仲介公司当作幌子哦 他们专门吸收年轻人进来 用非常残暴的手法来抢劫偷窃 其中呢甚至还有两个人 是高中刚刚才毕业的准大学生 暑期打工 既然打成了这个样子 成了强盗集团的一份子自毁前途 九名嫌犯低着头 蒙着脸被押出警局 他们全都是强盗集团成员 在宜兰市区 用人力仲介公司当幌子 吸收年轻人进入犯罪 其中甚至还有两人 是高中刚毕业的准大学生 以一个人力仲介公司的名义 对外来招收一些年轻人 然后由围守者来分工 叫做他们去犯案 看到被害人骑摩托车 他会用脚去把它踹倒 这个很容易 让人家受到严重的伤害 西瓜刀 土制BB枪 警用电极棒 榔头警棍 犯案工具放的满桌都是 该强盗集团犯案凶残 随机在银行邮局物色对象 尾随后用粗暴手法抢夺财物 甚至还有手册记录 职责分配分工非常细腻 他们作案的时候 你会先去观察地形 然后刑抢的时候分工 哪些人是动手去寻抢 哪些人是在周遭来介護 从河中打捞出的多部机车 都是嫌犯犯案用的交通工具 而且全部都是偷来的脏车 作案后被丢弃到河中 毁尸灭机 作案手法非常谨慎 上周六发生在宜兰市区的 银楼抢案 银楼老板遭到歹徒用电极棒攻击 就是这批强盗集团所犯下 警方加强追气 三天内将嫌犯通通逮逮捕到案 中文学员林医生刘小琪 宜兰采访报道